四年前韩庚只身前往韩国 三年后实力作证淘汰至竞争中他成为最后的赢家 一天练多少小时 一般呢我上课时候练习一个人练习 但一双手最多练了二十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连续吗 对一直 一开始你是哪个级别 最小肯定肯定是从底层开始的 对最基础的开始 但很快到了A级吗 有半年吧到了一半直接到了一半 行那是要特别想妈妈 给妈妈打电话 然后一打电话我没有说话 是的喂喂 回来有停了三秒钟 我妈妈那边就开始 卢有约今天继续讲述中国男孩韩庚在韩国当明清的故事 经过近三年的积累 2005年11月 韩庚和其他11名韩国本土男孩 组成了面向亚洲市场的大型组合 苏布俊尼尔正式出道 成为了第一个在韩国演艺界本土出道的外国人 2005年12月5日 第一张专辑《推子》发现 为组合成员味赚取了不少人气 韩庚也从此开始了他路漫漫其修远的韩国式走鸿 可是残酷的事实在出道的兴奋还没有退去的时候 给韩庚泼了一盆暖水 韩国的娱乐界有一条规定 外国艺人在韩国只能和三个电视台签订演出合同 可以让韩庚表现的机会却受到限制 由于出境率低 韩庚的人气一直不温不火 我必须要说韩国这样做法 我觉得我是挺佩服他们的 他们会非常保护自己的本土文化 所以韩国这两年他们的音乐电视剧电影能够在亚洲都风靡 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不对 他们第一很保护自己 第二尽量向外拓展 这是应该我们学习的 但对于像韩庚这样的人来说 那就很惨了 你像电视你的脸是不能露出来的吗 因为不能让有关人员看出我在台上跳舞 或我在台上唱歌或者演出一些商业活动 如果要发现的话会罚款 我再严重的话就不会让你再进入韩国 真的 那怎么办 当时呢 我是在Mnet演出的时候和成员 当时在彩排的时候 人跟我说 说咱们 我们要去一趟外国人出入处 那个 进入处 到了之后 他问了好多东西 说 你参加过什么演出啊 拍过什么广告 上过什么杂志啊 收完之后觉得 说要罚款 因为没有正当的一个手续 说没有一个演绎的 一个签证 当时我是第一个 也是中国 从外国来的艺人 第一个在韩国出道 所以公司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 当时呢就说你 从今天结束后 在韩国不能演出了 所以当时 一听 就 回到现场的路上 就我坐在旁边 就看那些韩国夜景 当时马上就哭了 说完了 这又刚刚开始 这又 把我封杀掉 又不能让我演出 嗯 说 怎么办 当时哭得很伤心 那今年开车 也没有打扰我 所以也就在安慰我 越安慰我 哭得越厉害 所以到了之后 我都还得重新补妆 又重新做头发 嗯 那是我 MNAT 最后一场演出 所以跟成员在舞台上 就是捏了一股劲 说这是我 有可能是我最后一场演出 要所有韩国的歌迷说 无论是谁 知道有我一个韩刚在舞台上 嗯 我给他们留一个深刻的印象 刚刚你的歌迷说 你的歌迷说 你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戴面具 对 这很聪明 这是谁想出来的 我跟金姐一起商量 说戴面具好不好 嗯 因为呢 如果缺了我一个人 对情全乱了 还得重新拍 因为第二天马上又演出 所以我就跟金姐说 我 我无所谓 没关系 我来 我戴 戴面具可以 当时呢 那天我就戴了面具 因为头发 也不能说觉得 啊 这人就是韩刚 这样的人看到 所以又戴了一个帽子 戴面具 戴帽子 和队员一起跳 我觉得这个很聪明的做法 你想一个队 那么多人 12个人 在台下看 其实你看不清 具体谁是谁的 呃 但一个人戴了面具 那我会最注意这个人 你说对不对 其实是 我们来看看那段视频 我觉得挺好 2005年11月10月10日 韩国KM电视台的现场 自个约翼的舞台上 零用位置 一个带着银色和黑色 交加面具的男孩出现了 这面具很酷 当然说我也是跟 我的朋友开玩笑 跟我组合员开玩笑 今天演出了 是 我的朋友呢 括号面具 哈哈哈哈 但也好 不用化妆上台 对 什么也不用 就去戴面具戴帽子上台 戴面具的时候 那一瞬间 有没有点特委屈的感觉 我 确实在舞台上 除了我唱歌 跳舞 什么也都没有想 戴面具也一样 去尽量 去给一个观众最好的一个 嗯 一面 嗯 把我所有说 练的东西啊 全部 奉献给你们 嗯 就在舞台上 什么都不想 就想到我 在舞台上 我就可以 舞台上就是我一个人 下下还是我一个人 嗯 就我 有的朋友也说 韩哥 你这是为 舞台而生的 从小就开始在舞台 一直到现在 我说 也有可能吧 你 你几岁 第一次登台啊 是八岁 八岁 嗯 上台干嘛呢 是一个小学 嗯 是一个小学什么一个文艺会演 那时候我才一年级八岁一年级 嗯 但是跳一个小小雨伞 那个叫红雨伞 我的搭档女孩呢 是特别胖的一个女孩 哈哈哈哈 当时我很瘦 我举了雨伞 她比我高 嗯 举一伞 还这么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也跟我说 你让她举雨伞 我举不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时候你学了舞蹈了吗 那时候还没学舞蹈 觉得 就像幼儿班那种 那跳的那种舞蹈 嗯 从那 慢慢慢慢有一个老师就从小学开始发现我 说你有跳舞的天分啊 说能不能想不想去考北京舞蹈学院 那个考北京舞蹈学院或者是中央民主大学舞蹈系 我就说 也可以去试试 也跟我的父母也沟通过了 我父母说 哎 行 就如果要考不上 你就当我儿一趟 嗯 去吧 我和老师父母又没跟着 那时候父母就没有跟着 我和一个老师 我们两个人去了北京 当时 提前去了早一个星期 那一个星期就一个集训 当时我岔了下去 就那一个星期 岔下去了 腰下腰还能够着脚 当时真的是很惨 当时我就给他说 那个练功房 就是希特勒那个刑场 腿让老师趴一摁就下去了 对 他那有垫子 一层垫这么高 给我垫了五层 这条腿放这 这条腿放这 一踩下去 关键老师是很有准 他不会给你踩伤了 当时我痛的 没说说话 过了三秒钟 我先给你带你带你带我 我先给你带你带我 我先给你带你带我